自動幫我搬移 然後按一個F8 往下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我先建立一個陣列 OK那這個陣列如果你不知道裡面放什麼東西 有個簡單的方法 選取它按右鍵 我們可以新增監看式 新增監看式呢 按確定之後 底下就會出現監看式 那有個加號 請你把它展開來 加號展開來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實際上陣列是什麼 就是這個這個變數切割成13等份 分別放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陣列 的做法如果你要想要知道裡面的細節的話 記得用 按右鍵 新增監看就可以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地方順序 我們是由大到小排列 所以 第一個 去指i i的話是12 所以這裡面的值 就是駭斑 駭斑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最前面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 移動到最前 現在已經移動到最前面 所以我們在nest 在分別的 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逐一個逐一個的 幫我們怎麼樣的 把它放到應該放的位置 最後呢 結束 就完成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順序 基本上就按照什麼 按照上面的排序 剛好倒過來 那我們最後面還有一個是 亥 亥 乘 五 位 升 剛好是顛倒的 那這個部分是由大到小排序 所以各位試試看 由大到小 那等一下的話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剛好顛倒過來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由小到大 如果我排序剛好我現在要顛倒過來 再幫我從 甲一直排到 亥要怎麼排 這裡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利用 正列 再加上 這個 這個step-1的這個回圈 就是 這個 負向的回圈 然後呢 再 分別 把我們的 好 我們的工作表 把它把它顛倒 就是按照我們的 想要的範 這個方向 由大到小去做排序 那等一下再來 試試看 由小到大怎麼做排序 和 我們